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也没有救助姜哥 显然不是误杀 加上陈士丰没有回忆 才会做出20年徒刑的判决 根据报导 陈士丰在法官宣判后没多久 突然倒在证人席上约半分钟 之后被警察扶起来并围住 直到宣判结束 姜哥的母亲姜丘莲则神色平静地聆听 事实上在开庭之前 姜丘莲曾经发起联署 呼吁法庭将陈士丰判死 值得注意的是 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网民对姜哥的室友刘欣的攻击炮火 甚至远胜于陈士丰 因为网友们认为 刘欣不该在案发之后 刻意断绝跟姜哥母亲的联系 以上是明镜新闻的整理报导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